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繼續回到玩City Skylines 都市的天際線 我們上一集就在這區的小地區 一個低密度的住宅區 這裡有一個車站 我相信有人會乘搭的 對了 陰陽正在乘搭的 然後這裡還有我們做了一個天橋 人們就可以由這邊的住宅區 走過來這邊的住宅區 方便他們乘搭車乘搭去這區 這區和這邊的 那邊的工業均一定要有 那些人過來做事 沒有車坐那怎麼辦呢? 我就想在這一區 我畫了這一區 我就想在這個學院 沒錯 是學院 那麼呢 我們現在就想在這個 文科的學院 建一個人這裡 然後這裡的宿舍 就建幾棟在這邊 吸一下新鮮空氣 因為近了 然後這裡就是建一個 貿易學院 然後這裡就是建一個 不是 這是自宅大樓 這個 自宅大樓 自宅大樓就建了 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環境 保護處 然後這裡就是圖書館 自宅大樓 還有這個戶外自宅大樓 哇 你們的學生 那麼近 因為在你們隔離這裡 建一個自宅大樓 還有圖書館 不是 是體育館 餐飲區 又要建一個學生 這裡 建一個 然後貿易學院 噴泉 建一個 這個 然後貿易學院 圖書館 就在這裡 不是 這裡 上去翻國 然後電腦俱樂部 在這裡 然後畢業大樓 就在這裡 這裡 有什麼 這些 圖書館 還是 帳 又是什麼 禮堂 又在這裡 附近 這裡是實驗室 一實驗室 更支援 緊急劑 貿易學院 什麼啊 又在這裡 書館 書館 就在這裡 還有這邊 也在這裡 然後 實驗室 還有這個 沙灘 排球 俱樂部 俱樂部 就在這邊 因為沙灘就近河 就可以了 好 那 雕像 在這裡 第二部 出口 是什麼啊 警員 圓景學院 不知道是什麼 回到這裡 這個 旅遊學院 什麼 這裡 這個 工程學院 本來是 嘖 不夠位了 不夠位 那怎麼辦呢 沒理由 硬塞進去 先看著這裡 那我把這些 搬過來 這裡搬到的話 就搬了 然後把這個搬回來 這個 又把這個搬回 這裡 那這個 可以塞進去嗎 這個位置是不行的 那 那 不如這個學院 就在這裡 放在這裡 就在這裡 那 這裡 就進去另一邊的城市 我打算 另一邊的住宅區 那 這裡可以多建幾個 這裡可以多建幾個 多建幾個小的建築物 宿舍 多建幾個 餐飲區 是不是只有一個 多建幾個小的建築物 都在這裡 接著這個 電腦俱樂部 這些是雕像 畢業大樓 好像有 禮堂 也有 多建幾個 不要只有一個禮堂 只有一個禮堂 也不夠用 我怕 實驗室 好像有 有 這個 書店也有 回體 也有 沙灘俱樂部 也有 這些也有 好 好了 這個 這個 學業 這個 校園區 校園區 就是這樣的 我想 附近 校園區 都只剩下 多一點 公園 公園 都很重要 很重要 一會兒 進來這裡 學生都要玩 學生都要玩 不只是讀書 喂 不容許 學生都要玩 學生都要玩 不只是 我以為是外圍 起 那 這裡也要剩下 停車場 給他 沒有停車場 是不行的 這裡也剩下 一些停車場 好 看一看 好 好 接著 就是這樣 這裡 我想 這個位置太大了 我想 多一點 比較小的 建築物 這樣 這樣也差不多 這個學院宿舍 接著 這裡 也要 一些 一條路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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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兩邊都是水 原因之一 就是我想 做這個 船 船的馬頭 對了 這邊 我想在一條橋 過來 另一邊 中間 這個島 所以我就打算在這裏 製造一個 3x3的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這條片 就差不多 到這裡 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 按個讚 大家還沒訂閱 就記得訂閱 我們下一條片 再見 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